我們繼續往下看一下這個光明 那麼光明的部分呢 也是什麼 我們Smart上面內建的 所以你也不用接線 但是各位要知道 過了這一關之後 線就要拿出來了 因為內建的差不多用完了吧 好 那它的是右上角這一個 我們右上角這一個 右上角這一個 那麼它的腳位啊 腳位是A0或AD 也就是這一個 你在我們Smart板子上面 有看到AD有沒有 右手邊那邊 有一個AD 就是用到這個腳位 所以平常 基本上跟我們剛剛那個三色LD燈一樣 如果你要 用到它的話 那麼相關的 元件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平常我們這個AD 我們其他的那個元件 我們都不接它 除非說你要把它遮住 比較特殊的 我們把它遮住 好 那你看 這是我們家的 這個 這個我們家的那個 飲水機 有加這個 就叫省電奇機 這個啊 它就 光線比較暗的時候 它就電就不用那麼多 就不用加熱啊 等到你比較亮的時候 它才 做加熱的動作啊 那那個光也用省電40% 那本來就是啊 所以你們如果看家裡面那個小月燈也是這樣的概念啊 它一定會有一個露出來一個洞嘛 它才有沒有感光啊 那 我們那個路燈也會自動開關的也是一樣的概念 也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就看你用在哪裡 那 我們 這個光明的素質首先你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它所取得的這個 素質是介於零到一之間 代表它是不是回傳素質給你 告訴你說現在亮度多少 老師等一下那個 你的 行動裝 電動電話 都有那個手電筒的功能吧 待會兒要拿下來 對啊 對啊 你比較知道說到底亮到多亮啊 因為我們這個教室的光 以我目前估計起來 0.678 大概0.7 0.8 左右 應該沒有辦法到1 1是很近的時候才 夠的 好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看看 一樣 剛剛那個就先丟掉了 你把它丟掉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會回傳的 所以呢 你要找什麼 不是找元件 找傳感器囉 找傳感器這邊 好傳感器裡面 我們有一個光明電子 不多 對不對 好 你就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可是腳位要改一下喔 因為我們現在用在A0 有沒有 好我們現在用在A0這個腳位 好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你的硬體 就已經確定OK了 現在呢 我們右手邊 就不要用 這個遙控器了 記得 剛剛的程式要先停止一下喔 用完了把它停止一下 好 我們來這邊把它換成顯示文字就好 因為我們要先取得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車回來的數值是多少 是不是要先知道一下 好 所以你把它 回覆到我們預設值顯示文字就可以 好 現在呢 因為我已經變成顯示文字了 所以你看我們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顯示文字的 互動的區域的積木跑出來 點它 上面就有一個顯示 但是 稍等一下下喔 我們還需要一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傳感器裡面 光明 要開始偵測啊 我們剛剛只是設定硬體對不對 偵測在下面這裡 因為這個動作是要不斷的偵測 你不能說偵測一次我就偷懶啊 沒問題 沒問題 它隨時要偵測一下 那 這個時候呢 你先把它丟出來 待會我們的顯示的積木要放在這個 框框裡面 好 要把它放在這個顯示積木 要把它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OK 那顯示什麼內容 是不是它抓到了這個數值 有沒有 你回到光明這邊 把它拉出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呢 有硬體 接在A0 然後呢 也開始偵測 再把顯示的數值丟出來 顯示在外面 你現在按一下play看看 有沒有看到 一堆數字在改變 有沒有 今天 你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來這邊 我用手 把它稍微遮一下 你可以用手稍微遮一下 你看 我們的數值有沒有借在0跟1之間 有沒有發現它要0.6 6多而已 我這邊 所以不要客氣 手機拿出來 哈哈哈 手電筒打開 好 照下去 有沒有到1 緊繃有沒有到1 有 這樣你了解 像這樣子 超過1也是很後面的1啊 哈哈哈 對啊 那但是我之前上課有遇到一個 光敏電阻 它有點壞掉 所以它永遠都是0.00幾 它會有變化 但是那是光敏電阻壞掉 正常的應該會這樣 就是0到1之間 你可以用稍微手遮一下 但是我們這個手 這樣遮其實還是有一些光線會進去 所以不會完全變0 所以你要變得 遮得很密 才有機會變0 這樣有沒有了解它回傳的數值了 因為你要知道它回傳什麼 我們才可以 正確這樣去做判斷嘛 好 那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 可不可以把這個數字美化一下 因為大家看這種的 覺得比較可怕 哈哈哈 可不可以把它轉換成比如說百分比的啦 而不是百分比 就是0到100之間 是不是大家比較習慣 好 那你也可以 小數點取幾位嘛 所以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先把它停止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那種可以讓我們把它 數值美化的在這邊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進階功能裡面 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找到一個叫數值轉換 這個地方比較容易 不小心 找錯地方 因為我說我們剛開始接觸的時候也會 你看這裡 數值轉換有沒有小數點 40%到第幾位 有看到嗎 有喔 那你看喔 基本功能也有 基本功能也有一個類似的 數學式 這裡 也有一個 四捨五路 有看到嗎 但是 拍謝 基本功能裡面的數學式 只有四捨五路到整數而已 如果你用這個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永遠都是零 不然就永遠都是一而已 好 因為四捨五路就到了 不是零就一嘛 對不對 所以 不要用這個 你要用哪裡 進階功能裡面的 好 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 你就來這邊 四捨五路 但是呢 他也有一個 第二種方法 用尺度轉換也可以 我先用上面這個好了 好 給您看一下 丟出來 也就是說 我要四捨五路的是誰 是不是後面這個 整測到的數值 這樣就好了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右左邊 play一下 知道為什麼是一吧 因為我又沒有給他幾位啊 我現在是零位啊 對不對 小數點零位不是就 到整數了嘛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變成 二 我們再看一下囉 這樣有沒有覺得 好像好一點 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有的人看到數字很多 就覺得這個有點壓力 這樣OK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 我也可以搭配剛剛那個功能 數值轉換 我就 因為現在是零點起嘛 我就拿這個 拿出來 告訴他 我的數值 其實只有 本來是不是零到一之間 把它轉成零到一百之間可以吧 轉換一下 一樣是剛剛已經四捨五路之後的 這樣子 我們所得到的 就會變成 零到一百之間 這樣沒錯吧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這個方式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 可不可以順便把我們那個燈拿出來用的 如果 數值超過多少 我們上 我們上 需不要一些邏輯判斷 要喔 我們要做一些邏輯判斷 如果怎麼樣 就怎樣 啊不然就怎樣嘛 我們在寫層次常常會有這種邏輯判斷需要 現在是我針對 環境取得這些內容 那我們是針對這些數值做出該有的一些判斷 到這邊 老師這樣還OK嗎 嗯 Wine 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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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